师父就是红法的人一心利益众生 功德做的就大了 自身的人一天福报也会相应的增加 请问师父 该如何正确面对这些福报 不陷入世界的明文立养之中去呢 师父开始一讲 感恩呀 对所有的福报 第一个就是感恩 第二个就觉得不是自己的 是菩萨给的 你就像师父现在 大家这么爱师父 师父从来没感觉到 这是我个人的 什么魅力 我觉得全部都是观世音菩萨加持的 所以我就永远不会功告我们 你们也是的 比方说 哎呀 吃一个很好的一顿饭 感恩观世音菩萨给我 给我今天加持有这么好的饭吃 今天你很开心的 买了个房子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给我一个房子 这个不是你的 一切都是菩萨的 这样的话 你就慢慢的不会消福了 消瘦了 是这样 那你看师父您说的 您说的是这样 这样说起这个感恩观世音菩萨 同学发现心里 一感恩观世音菩萨 就感觉到和菩萨离得很近 是不是 常有感恩观世音菩萨的心 就可以让菩萨来永住呢 那当然了 那当然了 那这个你 这个想 讲都不要讲的 你脑子里想的 老是观世音菩萨 那菩萨会不来吗 你脑子里老是想的师父 师父会不来吗 我的法身 是的 很厉害 你这个你都知道的呀 所以 你不要说师父了 你就说一个孩子 老想的妈妈在外地 妈妈 妈妈 我很想你 好了 妈妈的梦就经常到他梦中来了呀 道理都是一样的呀 嗯 明白了吗 那说过 比如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想像 陆军红师父 陆军红台长师父 就这样想 您就在天上感受到我们的心 心生了吗 师父 是这样吗 感受到是肯定的 但是纠正你一句话 在人间感受到 因为师父还没上去 如果您的法身 您的法身 法身当然知道 法身绝对知道 那师父 有一个同学问 你看现在修行灵法门的信徒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但是他梦到 师父法身的概率会减少吗 还是不 还是不以信徒的数量为 什么样标准呢 不可能减少的 不可能减少 其实是什么 法身实际上就是一种能量 当你能够 能量 当你能够帮到别人的时候 你就是有这个能量 你才能帮助到别人 如果你没有这个能量的时候 你就帮助不到别人的呀 明白了吗 哦 那师父 你讲去 就是有些 你那有些修得好的弟子 不是也有法身吗 他们的法身 是不是在天上 跟着师父的法身 都在一块红法呢 就师父开始一下 弟子的法身要看的 有的时候是一种战息性的 就是战时的 哦 因为他还没削成的时候 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灯泡 还没有完全做好的时候 一会儿亮 一会儿灭掉的 哦 等到你完全是 完全是灯泡的时候 那一直亮下去 哦 那那一直亮下去的时候 是不是他们的法身 就跟师父的法身在一块 都在红法度中 救度有缘 法身跟法身 不是一个一个频率的 嗯 并不是说他们的法身 可以跟师父的法身在 只要你跟相同的频率 你要去想见谁的法身了 那你才能跟他频率相成 否则的话 你见不到他的 听不懂啊 哦 你不要说师父有法身 我救我的人 那么师父的法身 在梦中救的时候 我觉得 我自己的能量有限了 那我就请观世音菩萨 这时候观世音菩萨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 观世音菩萨的法身 跟师父的法身 才能见上面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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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谢谢 谢谢师父 此一开始 谢谢